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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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翠然 阿萨在昨天开学日有感而发 晚上在社交平台上转 妈妈帮她眨边的片段 留言指订小学的时候 每一天都是妈妈叫她起床 帮她眨边 然后送她搭保姆车上学 事隔多年 妈妈亦95岁 再帮她眨边 依然捕都未老 阿萨自白妈妈一路眨 她一路忍累 不让眼泪流出来 还赞真是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 小时候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理所当然 长大了才知道珍惜 最后多谢妈妈令她可以做一个幸福的孩子 周阳发 荣获亚洲电影人奖 10月亲到釜山电影节 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 将于10月4日至13日 在釜山海云台举行 大会今天在记者会上公布 今年周阳发 荟哥将代表香港电影界参与电影节 荟哥还获颁亚洲电影人奖 大会指 荟哥引领香港电影全升旗 将香港黑帮电影打造成世界性体裁 无论拍动作片 爱情片 喜剧和古装片 都能发挥征扎演技 成为亚洲最有人气的演员 荟哥主演的三部经典电影 《英雄本色》 《饿虎藏龙》 和《别叫我赌神》 将会在电影节放映 王敏亦曾国祥结婚4周年 双双甜蜜告白赫斯芬 王敏亦和曾国祥结婚4周年 双双在社交平台发文庆祝 王敏亦分享几张和老公恩爱合照放闲 填爆留言指有老公在身边 令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感恩最幸运的人 高夫祥最亲爱的老公结婚4周年快乐 曾国祥亦有发文留言 指这是他们的第4年 愿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 余文乐输3比0头哒哒 周杰伦封了战利品 周杰伦昨晚在IG限时动态 分享和余文乐打网球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忙于演唱会 太久没打网球 他挑机余文乐比赛 输的一方要送球拍 结果周杰伦以3比0打败余文乐 他封了出来头不小 是球星御用品牌之一的球拍 还表示再给余文乐一些时间练习一下 余文乐虽然输了兼头哒哒 不过他回复周杰伦说 怕你演唱会没心情 今天才让你爽一下 老朋友不计较 之后周杰伦上载一张球拍手柄贴了 落歌表签的照片 有笑子可不可以撕掉它 月美千里尘巴得了 失联23年大妈妈赴日团聚 35岁的余美12岁的时候 和三父和田巨九失联 去年12月 他曾经在社交平台贴购照 法文尋父 父女失联23年 余美昨晚法文报起 表示千里尘巴成功 找到身在日本的爸爸 自然死而无憾 世上一切都不再重要 他尚载短片 但和妈妈到日本一家三口团聚 还说二十多年没见 真是好挂着爸爸 久别重逢百感交集 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月美透露 爸爸仍是自己一个人 今后他会时尚回日本陪伴 爸爸也跟他说 如果他们在香港不开心 随时回来住 之后月美再贴另一张 自己和父母的对比照 表示一直以为自己的样子像妈妈 到今次见到爸爸 才发现都很像爸爸 姜桃到余白录影厂超兴奋 教台湾男神蔡凡希说广东话 姜桃近日到台湾宣传新戏 抵台之后 他亮相由五堅情成员 王伟俊 曾零九主持的娱乐八分八 不知道是不是偶像 罗志祥曾经在余白主持 姜桃一见到录影厂超兴奋 之后他还以不同手势 派心心碰姜桃 姜桃又在IG限时动态 凡希 刘逸怡仪 林思廷 洪群军 和伯伯主演 六人在剧中组成的陆小福 获终生成就奖海船返港 梁朝伟说 给自己41年的交代 梁朝伟日前在第80届 威尼斯电影节 获颁终生成就奖 成为首名获得这个殊榮的 华裔男演员 今早韦仔在黑羽下海船返港 还很开心地拿着金司奖 和太太刘嘉玲 给到场接机的传媒拍照和受访 威仔直言今次和过往得奖感受很不同 今次感受 似是41年的努力给自己一个交代 他表示最感动是上台后 或台下全场电影人起身鼓掌 突然间觉得 似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威仔指 在台上感触落泪 都是这一个原因 加上他上台前 李安在台上 形容威仔在片场给大家的感觉 他已经有点想哭 对于被赞为港珍光 威仔重申电影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团体工作 那么多年来 由他做电视台开始 给他很多表演机会 还有包括到其风在内 很多导演给他的啟发 成就了他 所以奖项是属于一起合作过的人 威仔表示 和威尼斯电影节关系 从1989年开始 到最后一次李安平式界获奖 想到自己如果有机会拿奖就好了 至于在领掌台上公开多谢老婆 威仔认真指 嘉宁多年来一直密密支持和鼓励他 他就从未公开多谢对方 所以都应该趁今次终身成就奖 说一说 他又说回香港前出席多个庆功活动 觉得很累 加上他不喜欢庆祝 回香港后 只会和妈妈和一些好朋友吃饭 暴雨集港 容祖宜开车送阿萨回家很惊险 郑希儿坐隔入水兼死火 容祖宜昨晚和好友阿萨阿嬌 一同入场观看阿嬌的生气 不过擅长的时候撞正暴雨 祖宜开车送阿萨回家的时候遇上水浸 她在IG上在片段表示 到处都变成河流 完全看不清楚道路 不怕自己的车死火 提醒大家要小心回家 还说吓死自己 同行的阿萨也有在IG分享暴雨经过 她在田文社上祖宜开车便开船 幸好她吃过夜足 大家都安全回到家 至于祖宜的好友Yumiko坐车回家的时候 除了遇上座驾死火 还有水涌入车内 很惊险 另外何硬斯的住所也同样遭殃 她拍下了家门外走廊的水浸情况 只昨晚临婚前发现家里开始水浸 幸好师傅装修时提他们 要建门栏才没有全屋飞满